風雲驟變 重重疊疊的帷幕後 是誰推波助瀾 粉黛婀娜 千禧家國天下 是誰花言失色 紅牆金把 積謀算盡 是誰仰天長叹 這裡是皇家禁院 國寶檔案再續傳奇 公元1722年4月的一天 中國清朝康熙皇帝 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宮裡 批完最後一份奏折後 帶著皇孫弘历 也就是後來的乾隆皇帝 來到了離紫禁城最近的 皇家公院景山 在景山上 弘历的表現 卻為他的父親印珍 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 贏得了榮譽 公元1722年4月的一天 康熙皇帝帶著年僅12歲的弘历 從紫禁城北門出發 來到了景山 景山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宮後院 與紫禁城北門隔街相望 這裡曾是北京城中心的最高點 祖孫倆竟直走到景山東門內北側的 關德殿前 關德殿建築群是明朝在金元時期建築的基礎上修建的 門前有一片寬闊的場地 明清兩代皇帝 明清兩代皇帝專門在這裡檢查皇子們的射箭記憶 這片場地外 有兩棵倉敬挺拔的大柏樹 康熙特意取名為二將軍柏 這裡的一景一物都彰顯著康熙所推崇的忠勇神武 擔心取役的精神 雖說這是宏禮第一次來到景山 但他曾聽父親印珍 也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說過 康熙經常在景山的關德殿前檢查 宗氏親王的射箭記憶 他還聽說康熙對射箭不達標的人 先是急於警告 限期達標 如果到了指定期限還是不達標 這些人就會被放到軍中進行歷練 聰明的弘麗看到關德殿前 早已準備好的射箭裝備 自然清楚黃爺爺帶他來的意圖 康熙拿著弓箭走到弘麗面前和蔼地說 今天我教你射箭 你要用心學習呀 弘麗聽後 心裡十分高興 他沒想到黃爺爺會親自教自己射箭 其實他一直想學射箭 但是由於年紀尚小 還沒接觸到射箭課程 康熙拿起弓箭就給弘麗做起了示範 只見康熙左手握弓 右手搭箭 用力拉滿弓弦 目不轉睛地看著前方的靶子 康熙讓弘麗反覆模仿自己的動作 反應靈敏的弘麗很快就掌握了 手握弓箭的要領 在看了康熙示範射箭後 躍躍欲示的弘麗拉起弓箭 居然還連著射中了三箭 在一旁的康熙喜出望外 拍著手對弘麗大加稱讚道 好 好 不愧是我的皇孫 清朝的歷任皇帝對於這個騎馬射箭 都非常重視 他們認為這是跟政權的鞏固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射箭還列入到了當時 無局考試的必考的內容裡頭 那麼康熙皇帝自然不例外 他自小就練習射箭 而且興致起來的時候 到夜裡邊還有射箭 所以他的射箭的技藝非常地進展 經常是連發連中 乾坤皇帝自小愛好運動 天生的平衡性和敏捷性 都非常地強 各種武器上手很快 可以說在清代皇帝裡面 乾隆的武功是首屈一直的 康熙皇帝 乾隆皇帝的祖孫二人 他們都愛運動 也就是說他們興趣有著相同之處 回到乾清宮裡的康熙 康熙站在窗前遙望著遠處 一直在回想著與小皇孫弘利 剛剛在景山射箭時的情形 臉上不時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又想到了他的皇子印珍 心想 印珍雖說公馬技術很一般 但是有弘利這樣聰慧的兒子 康熙頓時對印珍的印象更加好了起來 還下令賞賜了印珍一些奇珍易寶 讓康熙吃驚的是 小小年紀的弘利不僅在射箭方面很優秀 在文采方面也很出眾 年僅十二歲就能熟背四書五經 文武雙全的弘利給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清晨 康熙再次帶著小弘利登上了景山 祖孫倆站在景山上眺望遠處 這一天 沉雾繞繞 春色繞人 此情此景勾起了康熙四十年前 在景山的一次回憶 康熙陶醉其中 就在這時 弘利小聲地念道 雲霄千尺以丹丘 念下山河一望收 康熙聽了之後 一臉诧异 這正是他四十年前來景山時做的一首詩啊 巧的是 在弘利念詩的時候 他也剛想念這首詩 他實在沒有想到弘利竟然和他心有靈犀 康熙心中頓時一陣欣喜 問弘利平時是怎麼讀書的 弘利說 他從六歲起 每天準時到書房 複習前一天的功課 一天至少學五個時辰 每學一個字 他會練習寫不下一百次 對於課文 他在課上課下都會大聲朗讀 直到背熟為止 康熙聽後十分滿意 一直以來 康熙都十分重視對後代的教育 他規定皇子皇孫們虛歲 只要滿六歲 就要開始讀書 弘利不僅天資聰慧 記憶能力強 而且他後天更勤奮 不但每天嚴格遵循祖父定的讀書規矩 還勤於思考 無論在課上還是課下 他對老師都必恭必敬的 時常受到老師的誇讚 弘利小小年級就能數背四書五經 不知不覺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清朝的歷代皇帝 對於這個皇子皇孫的教育 是非常嚴格的 除了讓他們學習這個漢文以外 十二歲以後還要學習滿文 那麼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他自小也受到這樣嚴格的教育 所以他跟他的祖父康熙一樣 不僅精通於武藝 還有很高的漢文造詣 他在這個詩詞 書法 繪畫方面 都表現了很高的水平 現在就留下了很多他做的詩歌 康熙想起自己小時候的讀書時光 因為讀書刻苦 自己曾累得渴血 他看到眼前的這個小皇孫 覺得就像小時候的他 但又覺得小皇孫比自己當年優秀多了 很是欣慰 康熙與弘利相處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康熙就去世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 弘利經常感念祖父對自己的教育 康熙曾把孔子奉為萬事師表 尊孔仲儒的弘利即位後 更是在景山修建了祈望樓來祭祀孔子 公元1735年 雍正去世後不久 弘利在紫禁城太和典即位 第二年改年號為乾隆 繼位後的乾隆 謹記祖父康熙的教會 遵從儒家思想 勤政安民 做一位懷揣天下的人者 無論東下 乾隆每天飲食 准時起床忙於政務 如有軍事情報到達 即使是半夜 熟睡中的乾隆也一定要起來親自過目 一直勤勤懇懇忙於朝政的乾隆 在閒暇的時候也會放鬆一下 景山是離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 乾隆經常來這裡遊玩 公元1750年 也就是乾隆十五年的一天 乾隆帶著幾個太監 饒有雅興地從紫禁城北門出發 來到了景山 登上景山的乾隆放眼睛時 眼前一派祥和的景象 他長舒一口氣 然後突然轉身急匆匆下了山 身邊的太監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也不敢多問 只是緊緊地跟著乾隆皇帝 乾隆快步走到了景山的南門 他突然停了下來 回頭看了一眼 回頭看了一眼正對著景山南門的山前殿 回到養興殿後 乾隆拿起筆在書桌上緩緩地寫下 萬事詩表四個字 然後乾隆 然後乾隆命人立即拆除景山的山前殿 另建一座坐北朝南上下兩層的大殿 這座建成的大殿便是齐望樓 萬事詩表這四個字 曾經使康熙到山東屈赴孔廟祭孔時遇刺的 康熙把孔子當作萬事詩表 原來乾隆登上景山時 想起了祖父康熙 正是康熙對他的教育 才有了他統治天下的祥和 他更忘不了康熙對自己說的 要想穩定各民族 不可武制必須施仁愛 孔子的思想是必須要學習的 齐望樓建成後 這裡便作為清朝八旗子弟祭拜先師的場所 裡面供奉著孔子及其四位弟子的牌位